给所有畏手畏脚的年轻人几点建议 一 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 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生的 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 只有你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有多快乐 二 如果家里人文化程度不高 基本没出过远门 那他们所谓的经验我们听听就好 三 你对别人越好越容易被利用 因为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都不被珍惜 四 只要你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 他们就能奴役你 只有你再不自身之外寻求肯定 那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五 不要和朋友做生意 要么失去朋友 要么失去生意 如果你用对陌生人的正确防范自私对他们 你会失去朋友 如果你不防范你会失去生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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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失去生意 我们会失去生意 感谢观看